一次意外的抢劫案中 他身中两枪竟然大难不死 十四年后一次偶然的身体检查 却让他猛然发现 他的每一次心跳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随心脏搏动的子弹 上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咱们今儿讲点什么呢 您看啊 这大屏幕上这有只手 这手里脱了一什么东西呢 灰不灰白不白 个头也不大 这是什么东西啊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东西绝能要了人的命 这是一颗子弹头 而且呢 上面有啊 很多坑坑洼洼的痕迹 一看呢 就是已经袖拾过的了 这子弹头在哪发现的呢 咱们以前做过一些节目 说是有一朋友啊 这个在动荡岁月里头 有一天晚上在自己家院里 突然就觉得脑后遭受重击 啪 躺地上了 醒过来之后 摸摸有血 那个年代也没太当回事 自己觉得没事 结果呢 没想到 落下了癫痫的毛病 十几年后 到医院一查呢 才发现 自己脑子里头 有一颗子弹头 那这颗子弹头 肯定不是那一颗了 那它 又会是在什么地方呢 2009年4月的一天 在长沙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的门诊挂号大厅里 人群一如往常般拥挤 这天上午 一对中年夫妇来到心胸外科 罗万俊教授的诊室 看病的中年男子 刚一落作 就向罗教授要求 必须给他进行开胸手术 因为在他的胸腔里 可能留存有一颗子弹 胸腔里有异物的情况 罗万俊见过很多 但并非每一例 都要进行手术 异物有这个情况 就是有些异物 它不就是在那个 不很重要的地方 是可以的 像很多这种 以前战争年代过来的同志 他很多 甚至很多弹片 什么东西 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虽然罗教授强调 开胸手术必须要慎重 但是这名中年男子 却一再坚持 这颗子弹一定要取出来 他必须要做这个手术 就是你说 我们从医疗的角度讲 他可以 我说这个对你影响可能不大 但是他病人他不能接受的 他不接受我这个子弹在里面 万一这个子弹跳跳破了 或者什么呢 他都很担心 中年男子为何如此急切地 要做这个手术 一颗子弹 又是怎么进入他的体内的呢 这一切都得从十四年前 一起意外事件 说起 这名中年男子 名叫福贵林 是湖南淮华市园林县人 十多年来 福贵林和妻子 一直在经营水果批发的生意 湖南西部气候适宜 出产上好的柑橘 这些橘子都是福贵林 从临近几个县的菊园 采购而来的 1995年元月26号 正是农历春节前四天 福贵林来到湘西古葬县的 一个菊园 准备采购年前的最后一批货物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福贵林已经选好橘子 准备装船返回园林 在这个季节 临近水运码头的菊园里 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发生 这本是一次即将完成的平常交易 但是福贵林没有想到 危险正在悄悄地从水上逼近 那个船基本上都装好了 比如开船的时候 我旁边的客户人 一架客运船 挑下来四五个人 挑下来四五个人 就问我要钱 我说现在钱买橘子 全部买完了 没有 所以他们就掏出那个 仿那个武士手枪 就在我这个地方 就在我身上找钱 房子在我身上找了 他们翻去的两千多块钱 此时的福贵林头部 虽然被一支枪顶住 但年轻气盛的他 却不肯这样轻易就范 当时我就心想 我在外面那个时候 九五年的时候 我们家也太困难了 是不是 他开始盘算如何反抗 保护自己的钱财 不被抢走 我当时认为 那一把枪顶在这里 我给他打掉了 就可以了 没想到那几个人 站在旁边 那几个人 口袋里面 都有枪 都上了膛 拉出来就对着我身上打 刚才我都没反应过来 当时就给我打回到那里 一共开的是两枪 标上打了一枪 这里打了一枪 就开了两枪 后面就把他扔过去了 福贵林装货的局员 位于大山深处 陆路交通极其不便 去医院必须先坐船 然后再转汽车 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身中两枪的福贵林 此时已经深度昏迷 身子未落 那大叔停下来 他把我们的钱抢完以后 他把我那个船上来 启动那个机器的那个了 他把他扔到水里去了 后面机器又启动不了 几个人把我 准备抬到另外一个船上 把我送走了 当时另外一个船上 又有一船客 乘客 当时路上全部要靠岸的 每个码头要给送 乘客要靠岸的 耽误时间 后面我听 我爱人和我一起在 我爱人就说 他就用这个船 把你的启动感借过来 就用我们装局子的船 给我送到那种码头口分摊 码头上都有车了 我就租一架车 也许是福贵林的生命力顽强 谁也没有想到 胸腔里射入了一颗子弹的福贵林 竟然在二十多分钟以后 自己就醒了过来 在船上的时候 我就二十多分钟 船开动的时候 我已经有感觉了 有一定那个风 在脸上吹 也是元旦那个时候 比较冷 那个风在脸上吹 有点慢慢的 我一开始苏醒了 苏醒了 我就告诉我老婆怎么做 我说我这个抢救 要到县医院去抢救 在别的地方 可能路上的 那个乡政府的诊所 我那都不用去了 我直接去县医院 我说这个非要手术的 没手术不行的 这不行的 我说我估计我能坚持到县医院 但醒过来之后心里害怕 那没办法 那怕什么 我只有 我就躺在那 当时在搞一床 背着我睡在车上 我就站车睡在车上 当时那个天气比较冷 像我脚上这个伤口 那个血已经就干了 我们说呢 您这一子弹进来 吹一窜 这不定窜哪去了 如果说呢 伤着动脉了 这伤着肺了 怎么着可能 这个人当时也就交代在那呢 看样子呢 好像还不至于是这种大出血 因此说呢 他才能20分钟之内醒过来 你想正要伤着动脉 这人马上估计啊 这20分钟之间 他早就去见阎王爷了 但是呢 他醒过来了 所以后来给他看病医生说呢 估计他当时呢 就是一种神经性的 这种反射性的一种休克而已 连经带下来 再加上身体遭受巨大的撞击 人的应激反应很快 可能就让他迅速的晕过去了 哎 车上一冷呢 这个自然也就醒了过来了 那么当时呢 就马不停蹄的往医院去送去了 送到医院检查呢 做治疗 我们都知道这个子弹呢 你积到体内得拿出来啊 那不然它是个问题啊 化农感染啊 到时候牵中毒啊 都很麻烦 但是医生在给他找这颗子弹的时候呢 却大费周折 而且结果呢 也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 经过一个多小时 水路加汽车的路程颠簸 福贵林终于来到了当时的 园林县人民医院 面对这样遭到枪击的伤者 医院也不敢怠慢 马上对福贵林进行了X光检查 以确定弹头的位置 但是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医生却说 在福贵林体内 根本找不到那两颗弹头 医生他说检查 他说没检查出来 他说没有子弹 他说 一个都没取出来 当时一个都没取出来 这个弹头从这里打进去 从这里穿掉了嘛 已经穿 自然穿掉了嘛 但是除去穿过腿部的那颗子弹 另一颗从右肋射入胸强的子弹 究竟去哪里了呢 14年以后 当年福贵林在手术前检查的X光片 已经下落不明 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当时的情形 不管怎样 当时的医生仍然希望 能在手术中找到这颗子弹 尽管进行了麻醉 手术台上的福贵林 仍然能清晰地听到 医生们关于弹头去向的讨论 就是做手术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们怎么怎么做的嘛 回忆起来 我就清清楚楚 当时我听到那个医生 他说这个骨头打脆了 骨折了 打脆了 打脆就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就叫那个下手嘛 打石膏嘛 包住这个脚嘛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就这个包住以后 就马上做上面这个枪口的 这个枪口的手术嘛 医生们决定 从子弹钻进去的地方 打开一个小切口 希望能够寻找到那颗 不知所踪的弹头 那个手术的里面 找那个弹头嘛 当时他那个指头 扣在我那个肺部的时候 我就翻胃嘛 挖挖挖的呕嘛 还摸在我那个胃部 我就呕嘛 找了几次 翻过来 扶过去找了几次 医生说 那可能擦掉了 可能没打进去 我听到他们这么说的嘛 可能没打进去 他里面没见那个大出血 里面没出血 没血 因为没有发现大出血的情况 医生断定福贵林的重要脏气 并没有受到大的损害 医生们推测 从右肋进入的子弹 没有进入胸腔内部 可能撞击到肋骨之后 反弹出去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 子弹只停留在身体的前表 福贵林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时 就已经蹭掉了 但是医生下了结论 他说路上来擦掉了 没找到弹头 他可能是打的前表 很浅了 就浅了皮肤在外面 还有些路在外面 好像是我擦掉了 把它擦掉掉 掉在路上了 什么地方了 可能抢救的时候了 抬来抬去的 当时众人为子弹没在里面 医生他说没在里面 就肯定就听医生的话了 就算了 就放他针一样样伤口 就回家了 二十多天就回家了 医生的解释实在是太合理了 哥 咱们任何人都觉得 没错 哎呦 我绝对是命大 债子弹打过来 居然让我肋骨砰 就给挡出去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万幸啊 所以说呢 这个福贵林啊 夫妻当时觉得自己命太好了 在医院呢 僵养了一段时间 也就出院了 那么当时呢 拿枪打他的这个犯罪团伙呢 后来也被咱们的公安机关给抓获了 抓获之后这个主犯呢 还被判了死刑 那么福贵林就觉得呢 哎呀 今后的生活就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了 为什么呢 咱们有那么句话吗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但是没想到啊 其实那颗子弹还围绕着他呢 并且终于要来找他了 出院后不久 福贵林脚上和右肋的枪伤恢复得很快 但是福贵林感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出现了异样的感觉 他的心口开始隐约的疼痛 一个礼拜以后 在我心脚里面高的有点痛嘛 一点一直有点痛的 轻微的痛呢 轻微的痛呢 我就没注意他的事嘛 福贵林觉得中了两枪 这种现象应该也正常 年轻时候的福贵林 力气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 中枪以后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已经大不如以前 虽然还继续经营水果批发生意 但他也只能点些不费力气的事情来做 中枪以后 他的身体蛮壮的 相当壮 那你过吧两个小伙子 那根本不是的 你像是三个小伙子枪都给他逼了他 他都跟他们的 把一个小伙子枪一受就把他带到了 就把他枪就摔了摔了 那就扩向了他挪动的 也想到现在都要是他门床的 等了受数以后 到人民医院主员 等受数以后 他的身体移植就出于哪里 身体还是门床 看起来还是门床 但是就是一个是着急的 再一个杀你不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福贵林疼痛的感觉越发明显 不仅如此 有时候他每分钟的心跳 居然能接近一百七十次 我又咨询过 我们在县东医院的那个专家 他说这个成年旧伤也痛 他说变天的时候 他几十年的伤都痛 所以我就把他那句话记在心里 好 做了 我的心脏一直不舒服了 做了很多次心电图 那医生都说 你这个是心脏共学不足 引起的那个心理性增祸症 每当出现这样的情况 福贵林就服用医生给他开的 治疗心动过速的药物 没解释吗 就在十四年当中 后面就给我开那个心理瓶 我在十四年就是靠吃心理瓶维持过来了 心脏一开始碰碰碰的跳的时候 马上吃两粒心理瓶 逐渐的福贵林心里开始隐约的怀疑 这个久治不遇的心脏病 是否和那颗不明踪迹的子弹有关系呢 我在十四年当中 我心里一直有这个预感 你知道吗 我做了几次检查都没检查出来 我一直有这个预感 为什么说一变田我再跟线 再跟线就痛 我这个单道啊 单道就痛 但是这毕竟只是隐约的预感 由于生活的奔忙 他也没有再去深究其中的原因 直到2009年 家里出现了病故 福贵林的老父亲因为肺癌去世 在医院服侍老父亲的那段时间 福贵林因为操劳过度 身体也开始出现严重不适 当时还不是就是有些心里闷闷的那个样子 有点痛嘛 就这样子嘛 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清早他就吐嘛 心里有点不舒服感觉 他就闷闷那种意识嘛 就吐嘛 他就人心想不舒服啊 他那爸在那里 他心想我们现在也没事啊 也随便坐坐啊 检查他身体啊 就把他在医院里面检查一下就把 就是说今年我父亲在医院 就在那个医院做中院的时候 检查出来了 全面检查是个肺癌 所以呢我就告诉 我就心里想了 我这个我父亲有这个病 我看师父我也有 有遗传基金医院什么的 是吧 我这医院做了个S光片 我试一试 如果不是这次检查 傅桂林可能永远也不会知晓 隐藏在他体内的惊人秘密 由于只是查看心肺又无异常 医生只从正位进行了检查 随后出来的结果显示 照片中有一个白色亮点 这让医生有点疑惑 我也首先想到 我想可能是一个东西 不可能那个地方是有经兽的 然后我立马就想到 是不是衣服上面了 然后我就问他把衣服脱了没有 然后他说他没有脱衣服 穿了一件衬衣嘛 然后我就把那个人叫来 我就亲自要看一下 看了之后 然后我发现身上确实没有经兽的东西 然后我就看了下的扣子 刚好有一粒扣子 跟其他扣子是不一样的 由于扣子的位置也和X光片上的圆形亮点吻合 大夫当时判断检查结果没有什么异常 福贵林被告知 他的心肺功能都很正常 但是当他拿着天子走出医院的时候 却怎么也感到不踏实 那个不祥的预感也越来越强烈了 医生都没看出来 我跟我老婆说 我肯定没给我找出这个原因 我在里面一夹一夹的时候 一夹一夹的痛啊 我没找到这个原因 我又返回去 再去走医院他们那个X光片室 找到那个女的 我说你给我重新再做一个X光片 走了过后 然后过了一会儿 他又跑过来就问我 他说医生这到底是不是扣子啊 我就说那我再帮你看一下 帮你偷视看一下 我就把它带到那边机房嘛 去看了一下 然后一开始是穿着衣服看了嘛 确实有 然后我就叫他把衣服脱了 如果你看这么快 那只看到一个亮点 然后侧位的话 一看就是子弹 那跟子弹是一样的 为了进一步核实 医生决定 用透视设备 对胸腔进行动态影像观察 这个结果 让福桂林几乎停止了呼吸 因为 大夫看见 子弹正随着心脏 同步跳动 他叫我自己看 我一站在那机器上面 那电脑里面就显出了 那个 有个 在那里长的东西在里面动 就在那里来回来回来动啊 我就跟医生说 我说看这一个东西 一说那是什么东西 我说那就是 可能是子弹头 我说我14年前 被别人打了一枪 这弹头 当时这个手都没找出来 因为这个是胸片嘛 这个是固定的 然后我在透视机下面是动态的 他确实是看到 他是定心脏是同步运动的 我在描述上面 我也写了 我说日心脏是同步的 我写的是考日 是心脏的义务支流 我没有写是子弹 我看到的是个子弹 在福桂林侧位拍摄的S光片上 子弹的形状十分明显 通过对片子大致的测量 子弹的长度约为13毫米 直径约为9毫米 从规格看 这就是一颗手枪子弹的弹头 而且从正面看 它正好停留在心脏的部位 14年来 福桂林隐约的担忧 猛然变成了现实 这动了是我说 当时我心上就好像出了一身汗了 心里猛然慌了一下 我说哎呀 这个东西在里面 怪不得这么多年 一直不行 心脏一直不行 他说那这是怎么办呢 心脏里面有弹头怎么办呢 这肯定有危险吧 当时的福桂林 心里面仍然存在一丝侥幸 这14年中 虽说心脏疼痛 却一直也没有危及到自己的性命 自己身体里面的子弹 有没有可能不在心脏里 而只是在心脏附近的某个地方 在和医生商量以后 福桂林决定用CT再详细检查一次 通过CT的立体定位 就能准确确定子弹的位置 眼下 这颗子弹是在心脏里 还是在心脏外 已经成为了福桂林最为温切的问题 现在医生们唯一敢确定的什么呢 这颗子弹就是当年从右侧肋下 打中福桂林的那颗子弹头 但是这个子弹头到了这个位置上 是当初就一枪 直接打到了这 还是后来伴随着血运 伴随着我们本身内脏器官的蠕动 伴随着子弹头自己的游走 到达了这个位置 还不好确定 因为这只是一个S光的一个图像 我们看不大真切 它现在的具体位置 是跟心脏正好叠压重合了呢 还是在心脏里头 这一点就更不好说了 那么如果说 它只是在心脏的附近 拍了这么一个片子 然后你看 呦对上了 其实打开一看 不在心脏上 那没关系 避开血管 神经 拿出来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但如果说 它就是在心脏上了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当年那一枪 怎么没把它打死呢 那这颗子弹 当年到底是不是 直接击中了福贵林的心脏 福贵林的命 能不能救回来 欢迎大家明天 接着收看我们的节目 身体内的一颗弹头 让它终日在疼痛和猜疑中度过 医院的检查最终确定 弹头正处在最致命的位置 奇迹中的奇迹是如何在它身上发生的呢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随心脏波动的子弹 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